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百六十八集 夜里回屋后 明兰捂着低血的小情干 愁眉苦脸的把这悲剧的前景跟丈夫说了 在这个悲催的古代 果然声誉才是第一声产力吗 固体夜听完后 倒在床上大笑 就倒醒了一半 看了看明兰的小妇回外书房看文哲了 看了两本 忽想到某人以前常在他耳边念叨 温柔香便是英雄种 于是又命小子去把公孙那把老骨头从被窝里拖了出来 正月过去了六七日 顾廷夜的老鼠及友人们开始上门了 信德公孙先生早提醒 顾廷夜不敢使门庭弱势 热闹招摇太过 迎来言观啰嗦 但来送年礼的却依旧不少 顾廷夜在外面待客 吩咐门房只放些可结交的或熟人的进来 明兰在内缘摆出端庄分合的笑脸 不断地对着那些不认识的女卷们道 何必如此客气 不停地对孩子说 快起来 地上冷 然后夸上几句 这孩子长得真好或真乖巧之类的 如此正常 亏得他早留了个心 早叫金库打了许多客有吉祥字眼 如意云门的金银客 又因阵逢着猴年 又打了几十个拇指大小的小金猴仔 虽分量不重 但却活灵活现 甚为有趣 用来赏孩子们做压岁钱 正合适 无论遇着能言善变的 还是承诺老实的 明兰居温厚客气一带 不曾厚子薄笔 生老太太自小的严格训练 这是替现起价值了 明兰端坐微笑的模样 一派娴熟温雅 实在很有忽悠性 她说话不多 却亲切有趣 过不几日 外人倒都在 明兰性子好 人也何其厚道 明兰自觉 十分得意 到底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除去这些烦搜的应酬 收礼却是十分愉快的 官场上人大多乖觉 除了真正可靠的心腹 不会抬着整箱的银子来联络感情 更不会裹着银票来表达敬仰 有从闽南来的大南猪 白净滚圆的珍珠装了整匣子 半尺高的翡翠滴水观音 触手升温 以满满玉石和金银枝条打造的盘桃盆景 饥渴乱真 北京来的黑虎子高舍利 还有那整张整张的貂皮 摸上去狗软丰厚的不可思议 还有珍贵的熊胆虎骨雪深 真的 无碍吗 明兰颇有些相巴老心态 又惊喜又害怕 这都合法吗 公孙老头神色自若 若都不受 烦倒要坏事 若假明兰去省国旧府里瞧瞧 大约就不会这么激动了 常年在外地边境的官僚 悟得天听 不知朝廷走向 此刻不卖力 何时卖力 换这些 也是筛了好几遍的 多是有说法的 这般情形 直到过了初十才好些 相比成员这里的热火朝天 连门房的小雕儿都占得红光满面 老侯府可冷清多了 两相一对比 那儿从管事到杂役都恨不能叫明兰赶紧掌理家务 好赶上待遇 因着明兰忙碌 怕绒脚落下功课 便老是不客气的去让少使看绒脚读书女红时 顺带把绒脚也看上 说来也怪 明兰这么三天两头的去请少使帮这帮那 少使反觉着舒坦 虽和太夫人诸事相处时间更长 却也喜欢明兰 看着两个小丫头在园子里追雪人 跑来奔去 一群丫鬟们跟着起哄笑闹 大家伙都玩得小脸大通红 他心中的哀愁四眼淡去了许多 去 叫两个丫头回来 都疯了半个时辰了 少使吩咐身旁人 一个丫鬟眼尖远远地瞧见一台熟悉的锦香小叫 便笑道 夜十二夫人来了 轿子直接停在门口 单举小心翼翼地扶着明兰下轿 少使叫人把屋里暖炉烧得旺血 拉明兰坐下后道 大人天的 你身子又不利索 出来坐身 有时叫我去便是 明兰一边拖下了大肠 一边倒 是我嫩了 况且坐着轿子的 又不是自己走动 他转头挥了挥手 叫人把东西拿出来 昨儿得了两匹克斯锦 我瞧着颜色鲜艳 料子也好 便给大嫂子拿过来 给闲姐儿做两身新衣裳 少使见了料子 明丽光滑 花色 贵旗养智 颜色却肃静 正和替服带笑的女孩子穿 他心中欢喜 却签字道 小孩子家的正常身体呢 何必这么破费 明兰笑道 我们容姐儿也做呢 两个都是好孩子 认真读书 孝顺长辈 闲姐儿尤其乖巧懂事 正该加上的 少使心里韵贴便收下料子 周女俩说了话话 明兰才提出今日来意 蔡妹妹快出门子了 我们做嫂子的也该天分喜气 只是不知顾家可有什么规矩 请嫂子提点 免我出错 想起亭蔡 少使经理迟疑了想才道 我来时 前途的亭烟妹妹已嫁了 瞧两位舒服房的妹妹出嫁 似也没什么特别的规矩 只是 她看了小明兰 听蔡妹妹性子高洁 有些东西怕是瞧不上的 凶嫂给小姑子填装 其实就是多促些嫁妆 有钱的大可送上填装店铺 体贴的可以置板成套的床架衣装饰 不过 毕竟只是凶嫂 大多是一丝一丝 一直拆一对镯子或一台装帘也是可以的 明兰早就料到了 我听闻公主府来商量婚期了 似是盼望早些成婚 不如去问问妹子有什么喜欢的或是不喜欢的 我也可早做准备 少使心里松了口气 两边她都得罪不起 便微笑着赞成 那极好 妹妹那屋里这儿就两步路 我也跟你一道去吧 光从顾婷灿的住处来看 就有着她定然自小受宠 她的屋子是整个园子里采光最好 朝向最佳的 还没进到屋里 外头也是满地的名贵草木 当整个侯府都冷落七皇之时 只有七姑娘处的丫头们依旧光鲜准 真巧 两位嫂子已到来了 顾婷灿静静地坐在请假前 身影中带着一种不惊心 她生得很美 只是神情中带着一种轻慢忧郁 总像隔着层杀似的疏离 古时女子要求温柔腼腆端庄合计 这并不符合寻常的规讯要求 可偏偏过世的老侯爷最喜欢这一点 屋里自然摆设得十分清雅别致 既不扑金洒银也不过分肃静 恰到好处地显示了她良好的品味 胶经地出身 一卷秀丽的画轴 那么简单地挂着 只卷轴处隐隐录着清语碎经 一本书那么平淡地摆着 一眼看去 正是世间少有的孤本 暗基上一层娇艳的红梅 似是刚从外头折来了 插着的却是千斤难买的 前朝乳窑白瓷花囊 布置得十分出众 与她相比 华兰的闺房过于复理 墨兰又诗之显白文墨 年兰跟着少使团团走了一圈 坐下后低头笑了笑 这屋子最有趣的地方在于 墙上挂着的三四幅书画 角落的字帖 竟全是顾七姑娘制作 连岸上放着的几本诗集 都是七姑娘自小的诗作 然后以柔娟细宣编定而成的册子 少使是长嫂 自然先开口把来意说了 她笑道 妹子只管开口 看嫂子们能否办到 亭灿习惯性的养了养脖子 只笑到唇角 那可好 那妹妹便说了 我要过回以前的日子 一家人和木共处时的光景 不知二嫂可否办到 她眼睛看着明兰 少使欲试尴尬 对这种不懂事的小丫头 明兰素懒懒的废话 她淡淡的 便是回到以前的日子 难道妹妹还能在这儿过一辈子不成 对咱们女子来说 夫家才是后半辈子落脚之处 莫非七妹妹 想把一家子都带去公主府 论口舌犀利 一个闭关锁国的文艺女青年 如何赶得上见惯吵架的法院小书记 亭灿闭着嘴 愤愤的折回头 迎来又道 妹妹若一时想不出喜欢什么 便说讨厌什么吧 免得送来的东西 妹妹不爱 亭灿差点就开口 你送的东西 我都讨厌 想起母亲的叮嘱 深深忍下 眼珠一转便道 花粉我不爱 各色首饰头面 我都有的 田地铺子 我也不敢要 衣裳料子 还有床柜桌凳 巨石齐全的 诗词书画 我爱自己挑来的 除此之外 嫂子便看着给吧 说完 她就高傲的端坐下 悠然的望着明来 看她能送出什么来 妹妹说的明白 我们都听您了 这样吧 叫我们回去想想 这就不爱着妹妹读书了 明兰微笑着 拉起哨师 慢慢的走出去 和着仙子 多待一刻 都不利于胎教 平彩优雅的 扬了扬手中的书卷 嫂子走好 不送 明兰一边往外走 一边语着思绪 因着绒脚和咸脚要好 老是同出同静 时日久了 成员和少使处的丫鬟婆子 便都熟了 而顾廷玉身边的人 多是生母留下的旧人 于旧时直至甚降 他们说 七小姐身得极像 第一位情侍夫人 和白是不同 大前世在府中 并非禁忌 甚至太夫人自己 就常在老胡爷跟前 提起姐姐的种种好处 套话老手小桃出马 配上几个丫鬟婆子 另些酒菜茶果 便能知道很多的往事 作为一切的开端 大前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明兰好奇许久 小桃套话的档口 必思问 她美吗 若美问 她才写如何 旧谱们道 秦家大小姐 每若秋和 敬极深言 善诗词 恭取赴 请起书画 无一不同 那时的东昌侯府 还花残颈簇 而她正是东昌侯 千娇万宠的嫡长女 可这样美丽的才女 却到一十八岁还会嫁出 原因很简单 她身有重疾 体弱多病 满精皆知 父母舍不得女儿低价 可门当户队的人家 谁又肯取这么个药罐子回去 取妻取贤 带回家里 不是光摆着好看的 要相夫教子 立家处事 这些大前事都做不到 这时 宁远侯府 替敌长子来求亲了 这真是天上掉下的好因缘 前世父母 欣喜若狂 亲爱的亲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